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接上期视频,我们的林木北斗星在高速公路上出故障了 没有办法挂档 所以我们暂时停留在库尔勒市等待修车 很幸运的是,修车厂老板帮我们找到了车子的问题 在一天时间内把车子修好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这是我姐姐阿姨 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取车了 现在我们是在库尔勒市嘛 之前跟大家说过,我们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坏了 挂档挂不了 后来去库尔勒市那边找了一个修理厂修车 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车子已经修好了 所以我们又扛着自己的行李去提车 然后接下来的计划就是开着车继续往前走 对,现在我们准备去那个修车厂 给大家看一下附近吧 这边算是库尔勒市的一个外围 这边就是高速公路 看对面有一个华林国际家居广场 这边还有装修啊等等 看前面的姐姐 提同跑路 说的就是她 感觉这几天有点浪费 因为我们车子坏了半路 好不容易走到一家修车厂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还好 这修车厂的老板挺好的帮我们报备了 然后我们也找到地方住 现在我们要去取车 你为什么总扛个桶呢 因为这是我妹吃的东西 这桶都大吃了 你别诬陷我 嘿,真是坏人 真的,里面有好几只苹果啊 水啊都大吃的 你看你干嘛 吃了我的苹果还输我 你看这坏姐姐 看前面还有一个花鸟市场啊 走了十分钟 终于到达这个修车厂了 我们的车在里面 嘿,林木北斗星 老板说挂不了档 是因为换档线断了 因为库尔勒市现在是静默管理 它这里没有货 也暂时配不了货 所以用铁丝连接起来 车子应该能撑到我们回到广西 如果不放心 也可以离开新疆后 到了比较方便的地方 重新换掉换档线总成 材料费加上修理费也就200块钱 看老板带我们看他们家的这个 无花果 嘿,结果嘞 它成熟了是软的吧 软软的 大片里面是狮子可甜了 富含胺基酸可有利用 嘿嘿,好多呀 那个黄色的就是熟了吧 这一个也是无花果 新疆的无花果 哎,它涨出来了 还没熟呢 还没熟到825左右可以吃 就是那个当时西游记说的人生果 就是这个东西 就自己东西 这就是库尔勒的香梨啊 老板说西游记里面的人生果 指的就是这东西 好像还没有完全熟的样子 嘿嘿 哇,这里还有一只 真羡慕老板家这个院子 什么果树都有 看面前这个 这个就是若羌的红枣 然后 这边还有一个树 那边还有一个果树 这个是芒果枣 大家看 它看起来都不像枣树呀 拥有这样一个小院子 真是太幸福了 啥果树都有 哎呀,看这里 过乐的香梨人人夸 大家看这个 大大口 哦,还有葡萄 写这个纪念我们新疆的 可以明白 这是个国卜扎工过的 杏子 这个路上吃吧 你又是没学 我真不好意思了 你又是没学 直接吃都行 因为就是有点土啊 也没啥 你就适合自己接着嘛 谢谢 这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老板了 你说你太热情了呀 你看老板 整的这一堆东西 妈呀 什么不好意思呀 热情的 新疆大哥 对对对 快走吧 我要不再给你50公斤 不要不要不要 给你收吧 你收吧 这样档位特别好挂 以前都是感觉特别拿挂上去 现在是很轻松就挂上去 嗯 李师傅真棒 哈哈 以前呢我们这个档位 可能是有一点暗病的 嗯 确实 李师傅跟我们说呢 他其实都开盖 看了之后已经是看到了 但是呃我们现在因为没有那个配件嘛 要不来 所以呢 我们等到可以换的地方再换 因为现在可乐呢 还是静态管理 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先离开这里 到安全的地方 或者是开放一点的地方去再换 嗯 大概他一告诉我们大概价格了 也不是很贵 因为是那个手动拿的产品 对 而且他这次收我们的钱也收的不多 嗯 非常合理啊 对啊 而且他送我们那么多吃的 我这有点不好意思啊 哈哈哈哈 我们下次来的话一定要带一些礼物给他 是的 对啊 你下次肯定还会再来十几个家吧 对 我会来的 我们到时候带点礼物给他 嗯 预备 我们刚刚加满油 92号汽油 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车好像 被师傅擦洗过呀 这个 你师傅不仅帮我们修车 还帮我们把车都给擦了一遍 之前其实蛮脏的 像这个前盖玻璃都是很脏的 但是现在很干净 哎呦 哎呦 感觉这一次出来呀 这样的人情可多了 认识了太多的新疆朋友 太热情了 感觉哎呦 新疆真的还得多来几次 对啊 就感觉现在就是心里面特别暖 就一股暖流的那种感觉 嗯 开心 好了 我们现在正式的驶入乌若高速了 然后现在呢 接下来要行驶470公里左右 还是一个很长的 轻船 热腔 轻船 响 还有 吸尖 感觉 下车 裂